好,大家好,我是追影,现在继续为大家来一场三国之二下魂复仇版的解说 现在张飞捡到一把春正剑 哎,疯狂的像敌人砍杀啊,感觉特别爽的样子 好,直接砍掉 掉血还是可以的 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比赤手攻拳来的要快 好,继续狂砍 特别是砍这个大怪的时候,感觉老爽了,用这把剑砍 那个血刺刺的往外刺啊 好,再次三连冲拳 如果近身的话,用剑就不好使了,还是要拳脚来的比较好 你看,看到人的话,这个血就往外 雪花似箭的感觉,有一种梅花大作 好,现在地线下去了,要见吕布了 再次空琴,空琴直接接三连冲拳 吕布和燕鸣啊 这个燕鸣哪里都有他,打不死的小强 在这游戏里面是哪一关都有燕鸣 再次三连冲拳,冲起来 好,继续冲 好,再次三连冲拳 感觉这张飞的走位是特别厉害啊 打着游戏全靠走位 因为敌人太多,如果走位不好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呃,吕布的军营大仗啊 后面还有他的这个办公的地方 在这里打起来了 这是张飞到了吕布的老巢了 燕鸣 又给燕鸣来了个空琴 直接三连冲拳冲起来 好,再次空琴 来一个三连冲,梅花大作 一个梅花大作拿下吕布 太狠了啊 现在顺利过关 走开来 走开来 走开来